第一章 甚至对宇宙漫物的思考 在中国文化里面 更加同政治不可分割 历朝历代的统治执政 变法改革 背后理念 都与各种思想息息相关 稍后 我们一起深入了解 六位政治家的故事 与他们并肩在大时代之中 翻云覆雨 指点江山 中国古人认为人的肉身 会死亡腐朽 但是遗留的事迹 可以永垂不朽 尤其是立德 立功 立言 三种不朽 是古人为人处世的最高标准 立德 是树立品德 甚至成为后世的佳母 立功 是保家为国 建业为民 立言 树立言论 提出真知却见 传承文明 能够在立德 立功 立言 三不朽的 可以说是奉无伦国 而明朝的黄阳明 就是表表者 他精通如色道三家学说 更将宋朝六九院的心学发扬光大 文武相传 用马一生平定大小战联 我们一起欢迎 黄阳明 大家好 我叫黄守仁 别号阳明子 所以其他读书人 都叫我阳明先生 我生于一个书香世家 十岁那年 我爹黄华 还考取到状元 所以我自小就有机会 看不同类型的书 打好基础了 听说你很小就决定立心做圣燕 那你是不是自小就循规道举 听教听话的 不是的 我小小就很顽皮的 好像我亲生娘过身之后 我继母对我不好 我就买通那些巫婆捉弄她 搞到她不敢再欺负我 我读书就不算很勤力 对军事就很有兴趣 不过我十一二岁就意识到 读书不是为了考取功名利路 而是应该成为圣燕 影响后世 你不止读晚卷书 还行万里路 听闻你很小就跟着爸爸周围旅游 这段经历又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我也很庆幸童年有这段经历 可以跟着爹去居庸关 山海关 甚至去到关外 看多些山川地理和风土人情 让我不用读书 到我将来行军打仗 都很有帮助 说回你的学术思想 你是深学习大成者 其实什么是深学呢 要讲深学啊 我跟你讲三日三夜都没讲完 不如长话短说吧 自宋朝开始 理学就主要分为 程仪、朱熙的格物自知 和六九渊的深学两大流派 后来程珠的学说就成为主流 更加是考试的教科书 我最初都是学习它的格物方法 认为一草一木都有它的道理 有一次我研究了植树七日七夜 结果发现什么道理都学不到 我开始怀疑 我真是知道了 你的哲学思想 后世称为阳明学 在五百年后的今天 仍然影响很多人 除了是思想的巨人 你还有个称号叫做大明君神 赞你用兵如神 那你人生最难忘的一场仗 又是哪一场呢 当然是平定凌王之乱 因为真是荒唐 大人 有五百里加急军程 刚刚平定了江西 现在的匪财应该在福建才对 难道有变吗 快点拿来看看 请大人过目 什么 凌王朱神豪 在南昌举兵十万人半变 还说圣上并非孝宗所亲生 已经奉太后物子入朝监国 还连杀江西巡抚和安插富士 还连圣上的正德年号都隔除了 真是大胆 凌王十万人叛乱 那朝廷不是岌岌可矮 本朝最初定到南京 如果任由他的兵马 在江寺一带示弱 不止百姓流离失所 一旦被他攻陷南京 他就有清帝的资本 离恩 集结大军 共同近王 要速战速决 击败令王 报告大人 一安治府五文定起兵勤王 还和大军会诗 五大人已经在障碍 摆穿 参见王大人 快快请起 有五大人相助 凌王致乱一定很快平息 九文阳明公 你用兵如神 违禍朝廷日久的山策 都给大人你顺利平平 不知道大人今次有何妙计呢 当今首要任务 是防止凌王攻陷南京 如果被他占据南京 占地理之势的话 到时更加美大不调 所以现时应该虚张声势 扰乱凌王的视线 令他以为各路勤王大军已经回思 拱卫南京 拖延他的行军步伐 那大人 我应该如何配合 请五大人将你的兵马 装扮成各省的军队 换上不同的军旗 扰乱凌王探子的视线 而我这一方面 也会大张旗鼓 宣扬各路人马已经到齐的消息 等凌王信以为真 果然是好计 好 我马上回到吉安 依计行事 为本大人 凌王果然想当 不敢前进 好 再找人实施反间计 派探子潜入凌王的军队 散播谣言 说谁首先攻入南京 就可以登基怀王 那岂不是 助长他们攻入南京的决心 我就是要凌王相信 他的手下别有用心 当他们互相猜忌 这样才会继续猶疑观望 不知所措 祝下马上去办 王大人神机妙算 凌王伴军已经远离南京 现在正准备渡过长江 攻打安庆 大人 是不是要派人救援 五大人 你看一下地图 现在九江南康已经沦陷 如果我们谋谋然救援安庆 就会腹背受敌 断送大好形势 不如直取叛军根据地南昌 凭我军士气大好 必定可以一举攻破南昌城 到时叛军一定会放弃攻打安庆 率领大军救援 到时我们就在这里迎头痛击叛军 波阳湖 没错 这一仗就是决定叛军的命运 五大人 如果有任何阵前的叛变 或者贪生怕死的将士 一概要杀无赛 领命 一如我所料 凌王班师救湖南昌 在波阳湖一战那里 我军两次大败本军 生禽凌王父子 凌王之乱 维持四十三日 终于平定 不过 当我尚书皇上 报告我军胜利的途中 竟然发生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只是用了四十几天 就平定一场堪称大明严重的伴劣 黄大人你的用兵如神 真是令人贪福 谋敬你一杯 大人 大事不妙 发生何事 莫非凌王尚有余议 不是啊大人 是皇上 皇上发生什么事 皇上自称 奉天征土威武大将军 镇国公诸秀 率领一万兵马 遇加亲征 要平定凌王之乱 接报不是一早传了上去京师了吗 叔叔打听过 原来皇上虽然收到接报 但仍然一意孤行亲征 还有人建议将灵王放走 让皇上亲自生禽他 这些奸灵小人 蒙蔽姓听 真是得以诛之 断不可放苦归山 唉 等我收书一封 痛陈利害才行 那最后皇上有没有听你劝 班师回朝先 唉 没有的 为了令皇上过客平定伴军人 我唯有将灵王压至南京 再交由皇上俘虏 等他开心一下 那明武中 又真是历史上一位 很有争议性的皇帝 最为人熟知的 就是他非常贪玩 真是难为了你 幸好 你最后都因为军功封着 还是明朝开国以来 第二位因军功而封着的文官 尺位对我来说 都是虚咸来的 能够将我所学的报效国家 为社稷出一分力 为后世留一点光 我都死而无悔的了 你一生光明磊落 品德高尚 君功振天 还诸书立说 自成一排 可以说是自孔子以来 真正做到立德 立功立言 三不扰的圣言之士 希望后世的人 永远都惦记你这位 心学宗师 大明君神 多谢杨明公